我们继续来看的是所谓的经济议题 中美对抗之下 当然美国对于中国的各种围堵措施 法案打断供应链 已经一而再再而三 提出来各种法案 但习近平的做法 从二十大之后媒体观察 第一次开的财经委员会 有一些现象是跟之前不一样的 他说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为支撑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要推动传统产业要怎么样 转型升级 这些策略有两个概念 被说是两大异常 或者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做法 一个是加强党领导至于会手 当然就是实时的掌握 由党来控制经济政策的力量 还有中央财委会 会拥有实际的经济权利 集中来管理这些经济的措施或步骤 还有六连针的概念 昨天也谈到了所谓黄金储备比率 再数一数 中国人民银行对于黄金的持有 2068吨的黄金储备 已经占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结果 已经占全球的比例是4% 上一季的采购黄金创新高之后 对于中国大陆的政策 就值得观察了 而英特尔 这个也很有趣 我在看 晶片战争这本书里面的时候 作者分析说 英特尔当时跟美国政府保证 将会开始全面的退出中国市场 包括供应链 晶片也要跟中国的供应链 断下这个连结 全面要退出 结果现在不是 现在执行长 基辛基默默的 非常低调的4月中 访问了中国 西方媒体当然没有大肆报道 中国媒体率先在英文版披露 因为这跟说一套做一套 是不是有关系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吓一跳 他说拜会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还有商务部长等等的这些人 也超过先前来访的 苹果执行长库克 就告诉说 美国想要遏止先进晶片 出口到中国去 但是英特尔的做法 还是不想要扫掉这一块大饼 所以可能会仿效 挥达的做法 宣布推出中国专用的晶片吗 这当然后续的发展值得观察 但就是告诉大家 美国政策虽然说 叫你们这些厂商企业 通通跟中国断绝往来跟关系 但企业放不下 就像库克说的 苹果跟中国是生命共同体 你看看投资 巴菲特是他的强项 他怎么看美中关系 当然他告诉大家 需要友好相处 中美两国需要友好的关系 彼此理解 不要做破坏双方关系的行为 大家其实都知道 但颇克夏当然副董事长蒙格 他也是投资 对大家的想法是大师级的权威 他也说中美两国之间 制造冲突的一切行为 都是很愚蠢的 应该要打好关系 但事实上现在就不是这样 在两极化的世界里 美中正在往冰点 甚至战争点去走吗 那么巴菲特大卖美股是表示 他不看好美国经济吗 颇克夏手机赚的1.07兆美元 现金储备超过3.兆元 这些现象是在抛售 百亿美元美国股票之后 所做的收益 而今年头三个月 巴菲特已经出售了 上百亿美元的美股 不看好 当然你们把台积电也卖了 在这个动荡市场里面 看不到什么吸引力 他指的是 美国未来的市场经济 他并不看好吗 而美中2017年来 将会进入大国竞争周期 这个什么意思 是哈佛的名誉教授 难一他所说的 有一些人把中国袭击美国 当作像1941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 中美潜在的威胁 就好像过去 美欧已经持续四年战争 酿成了1000多万人的死亡 这样的概念 所以建立护栏才很重要 真的不能打起来 美国经济衰退 现在似乎成为一个共识了 但是跟拜登连任 当然很有关系 美联系的报导 市场说 今年一定会 在美国市场一定会衰退 影响到2024 那么债务上限 6月1号 当然就是一个危机 白宫估计 就算两党达成协议之后 债务触顶 就业市场也会蒸发 20万个工作机会 而美国人讲到选举 有很多酸的漫画 或者是脱口秀都在笑 为什么美国人 只剩下川普跟拜登 可以选吗 那么川普甚至出来讽刺说 拜登居然不出席 这两天大家很关注 英王的就职加冕典礼 然后被打脸说 BBC说 其实美国总统 从来没有参加过 那么因为 这是英美之间的一种 默契跟传统 而拜登 当然又有一个口误的 新闻画面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这两段加起来 又有口误的现象 美国的历史有六百万年 然后明明没有记者会 偏记者说你们先走先走 我等一下还有一场重要的记者会 就没有 还要幕僚澄清这种事情 大家想要那个记者会 我怎么被通知 大概是这种概念 那么现在当然还有一个隐忧 是传出联邦的检方 正可能会起诉他的儿子 Hunter 当然拜登说对儿子很有信心 但是如果一旦 万一在这个金钱上的纠葛 被起诉的时候 对于他的大选 也会有重大的冲击 所以看到美中 习近平跟中国的 跟美方的这个经济策略 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两方的消长也会有不同 委员 这个拜登是真的年纪大了 怎么会谈到六百万年前 六百万年前台湾都还没出现 台湾岛都还不存在 台湾岛六百万年以后 才慢慢从海底里面浮上来的 至于这个 刚才你谈到了巴菲特 谈到的蒙格 谈到了很多的库克 或者英特尔的指引长基辛格 这些都是所谓的华尔街的代表 跟华盛顿代表不一样 华盛顿是请全力在反中 而且共和党跟民主党 比赛看谁更反中 所以不断的搞吃一些有的没有 可是这个华尔街看到的情形不一样 华尔街在纽约 华盛顿就是在华盛顿特区 他看到的是说 如果跟中国大陆的市场 切割开来的话 他的营业也会大幅衰退 然后他的获利大幅衰退 他就没有能力再去支持 更大的研发费用 没有能力支持更大的研发费用 他的产品的升级的速度 就会缓慢下来 恶性巡软他的产品只有一天 可能会被中国大陆新兴的产品 给追过去了 所以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脱钩的风险 不是脱钩没有风险 脱钩的风险反而大 这个就是华尔街所看到的现象 所以包括高通 辉达要设计专门给中国用的晶片 现在英特尔好像也要这么做 要跟这个脚步 不过巴菲特更直接了当 他就把美国股票通通卖掉了再说 而且他还卖掉了台积电 最早是卖台积电 因为他相信说台积电 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其实说穿的就是说 美国只要用导弹把台积电给炸掉 那就出现一个很荒唐的情形 美国要什么 要抗中毁台 先把台积电给毁掉了 然后变成什么 大陆上现在很多的军事伯格 都在讲什么 讲要派解放军去保护台积电 这抗美护台 抗美保台是解放军 然后抗中毁台是美军 这个跟国民党民进党所的宣传 剧本完全不同 让我们简直就懵了眼 怎么世界变得这么快 所以难怪八卦都看不懂 先卖了再说了 所以你不能怪这些 但Joseph Knight也是我老师 他警告说 这个不要重蹈1914年的问题 1914年是什么 简单讲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有一本 现在最流行的经典作品 谈这一本就在八月炮火 他怎么讲 就在8月1号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会发生战争 就战争就发生了 就是莫名其妙的 因为奥匈帝国就对塞尔维亚宣战 然后俄罗斯就总动员 然后德国就要俄罗斯撤销总动员 不撤销的话就要对俄罗斯宣战 这样每一个互相加码的结果 战争就莫名其妙爆发了 为什么说没有人相信战争会爆发 因为包括当时的德国的皇帝 威廉二世还三世 觉得没事还跑到什么 波罗地亚去旅行 度假去了 去度假去了 所以很多历史学家看到这一段历史 都觉得这个战争没有必要发生的 很多政治外交问题可以解决 那就是大家不肯坐下来讨床 我给你最后通牒 你不理会 你给我最后通牒 我也不理会 都是以读不回 俄乌也是这样 对 那现在呢 现在呢 不是都是俄乌战争 是以读不回造成的 现在中美之间也以读不回 互相加了很多没有护栏的 制约是有护栏的东西 所以这个Jocer那里是讲说 如果像以前这样子的话 会有一千万人死亡 我们需要付这莫名其妙的代价 只是因为各国的领导人 都蠢得跟什么样的 所以不好意思说他 美国的领导人有需要这么蠢吗 我一直在讲过 美国只要在台海两边 做一个很好的政治架构 战争不会发生的 可是你偏不做 你只剩下武器而已 至于习近平主席 在推动所谓财 他本来就以党领政 因为管金融机构 有时候真的法律管不到 比如说现在美国的这个什么 矽谷银行 主管照常领很好的退休金 没办法管他 因为法律没有限制 他们现在是以党领政 用党计来处理这些 不良的这些军管领导人 举个例最近的中国银行的 刘姓董事长 是用党计先把他拉下台 因为他什么 生活作风不正 要严格管金融机构 中国才能继续成长 所以他们以党领政 用这个方式管是对的 主要说怎么看 中美现在这个冰点 对于双方的发展 可能会呈现一个分水岭的 后来的历史现象 当然你从今年这个上半 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来看 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还是不错的 百分之4.5% 那当然他今年的目标 在5.5% 所以接着还会 大概还会加大力度 但是这个会不会改变 美国的政策 这个恐怕是不会 因为像金融时报 最近也有一篇报道 特别谈到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 对中国政策的这个决策 跟他的商业利益 越来越脱钩 这个其实是有害于 美国的这个企业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 这个利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模式 当然就会使得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经济互动 会增加越来越多的风险 那现在很多国家 就是说 那是不是因为考虑到 美中之间的这种风险 越来越高 所以要到别的地方去生产 所谓的中国加一也好 或者说是生产链的 这种多元化 那他们现在看到几个可能性 就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越南 那我们先讲越南的情况 其实越南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经济互动 关系越来越密切 但是最近越南出口大幅减少 所以很多人都会 都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直接的影响因素 应该是 就是西方国家的需求下降 因为在这个 升高利率的情况下 它整体的这个购买力下降 那这个当然就影响到 越南的这个出口 那相对来说 大陆今年第一季的出口 是还是有蛮不错的成长的 那当然它很多是流向了所谓的这个南方国家 它在南方国家的出口 你看它的前十名的出口地还包括一个国家叫做俄罗斯 虽然俄罗斯整体的这个经济规模萎缩了 但是它购买大陆的产品是增加了 好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看到印度 但是印度非常有趣 因为印度很多人都认为说下一个世界工厂会在印度 印度也很骄傲 可是呢 你如果去印度的话 你大概去问一下 你也会发现到有一些印度的这些工程师也好 或高阶的这个制造人力也好 反而是流到中国大陆去 因为大陆的工资更高一些 你如果去看这个平均国民所得 那双方的差距是蛮明显的 所以这个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流向另外一个地方 它的这个当地的这种 不管是生产链 不管是基础设施 甚至它的人力资本 能不能支应它的经济向上发展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观察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大陆的这个跟美国之间的一个角力 其实会造成整个全球其他地区 特别是亚洲地区 它的生产成本升高 那当然很多人还是就变成是两手准备 因为大陆很多发现它是不可取代的 比如像说在最近 大家知道马克宏到中国大陆去 那因为他讲的那些话 就是说他不会跟随着美国 对于这个台海的政策 好像欧洲很多人就批评他 不过法国的商人可能不会批评他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法国的产业里头很重要一块是什么 就是奢侈品的这个产业 而全世界奢侈品最大的消费国在哪里 就在中国大陆 大户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而且在今年正是更是 暴富性的这种成长 所以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一个新的 一个经济动能 来自于它庞大的跟非常巨大的 一个消费力 是 很想准备了很多资料来 中美对抗 现在对于美国民众来讲 哇 我只剩下川普跟拜登可以选 那又有这么多的这个 各种失误情况发生的时候 民意也是挺无奈的样子 我们这样讲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9E他讲的这是一个大国竞争的一个状态 在那个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贸易战 其实贸易战背后他所包含的就是科技战 那我们在讲科技战也就是现在讲到 无论是辉达或者是Intel 他都讲说中国专用晶片 那他把辅典运算的速度砍了一半 然后速度变慢了 但是我还是要卖晶片 为什么 因为钱要赚的 所以他这样做 但是话说回来了 中国可不可能绕过这条路 事实上是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人做过示范 谁做过示范 美国自己做的示范 为什么美国做这个示范 这个是美国的空军他曾经用了PlayStation 3 也就是电动玩具 他用了多少个 他用了1760个 然后他用这个组合起来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超级电脑 而且这个是在2010年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超级电脑 大家不要认为说 他的运算速度很慢 没有 他在2010年的时候 事实上他的伏点运算的速度 是排名在全世界前十的 他用的是PlayStation 但是我请问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很爱玩 PlayStation 5 他的伏点运算 他到底用的晶片是几奈米的 是6奈米 6奈米是一个什么概念 他其实是先进制程 也就是说 现在之前 美国已经示范过了 事实上可以用这样来规避 而且我们讲到先进制程 不是只有电动玩具在用 高阶手机也在用 那会不会利用这一种方法 事实上绕过 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制裁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也值得观察的一个部分 是3奈米的